在热闹的信义区里有一间很特别的店 它就是城市小农 小小的店面没有华丽的装潢 架上整齐排列者一个个的商品 友善土地、农民和环境 从墙上的字便可以看出城市小农所坚持的理念 而店内所贩卖的商品都是和小农合作 并且使用公平贸易的方式和农民收购 很多人友他们问我说你要多少钱才买 我都会这样说我们不会去碰触你的价钱 要卖多少钱农民自己订 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中盘商剥削 不只如此 每一项商品都有经过有机认证 并且使用环保材质简单包装 坚持商品由内到外都要是友善环境的 但在和小农合作的过程之中 调子轩也发生了台湾农业目前所面临的问题 越来越多农民转为有机栽种 但消费者却没有增加 因此出现了产量过剩的问题 所以他决定扩大销售范围 把台湾的有机农产品带到国际 做出口为主现在 出口为主的话 一你就要大概一个量 可是台湾是以小农为主 你可能货没有那么大量 你必须要把它们整合 就有点像台湾现在现有的产销班的概念 可是台湾并没有有机产销班这个概念 理解台湾各地友善环境的小农 再将农产品外销至国际 城市小农希望建立一个 台湾有机农产品的国际化品牌 让世界看见台湾